再来关心总统选情 蓝绿两位参选员昨天是行程满党 国民党洪秀柱由党主席朱立伦陪同共同造势 也再度的强调会参选到底 而民进党蔡英文则是成立了后援会 并且提出五项社会安定政见 而其中包括了要在八年内 建二十万户社会住宅落实居住正义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周日下午 在台北市成立全国牙医师后援会 现场为即将过生日的蔡英文唱生日快乐歌 蔡英文上午在桃园市立体育馆 成立桃园市社团后援会时 被媒体问到他的生日愿望 蔡英文说国泰民安 蔡英文也在支持时提出他的五大社会安定计划 第一项就是要在八年内 减二十万户的社会住宅 我会全力和现实政府合作 来办理社会住宅 八年我们要完成二十万户 来真正落实居住正义好不好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主 下午则是在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陪同夏和新北市多位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共同造势 国民党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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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于这场活动是否有母鸡带小鸡的作用 洪秀主说希望能做一个很好的领头宴 和所有立委参选人能节政抗风 也强调会参选到底 人生的很小 但是我们胆子很大对不对 对 国家的重担和我们来打好吗 好 坚定不移好吗 洪秀主也在随后参加新同盟会 抗战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表示 他的名字一定会印在 明年一月十六号的总统选举选票上 记者的张志雄 谢其文 王兴忠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